字幕志愿者 开场配上香辣的龙虾 简直是绝配 观众朋友们 下面我已经隆重推出 船山路磐石三展 精品澳洲小青龙 勾起你的大蝉虫 这个龙虾跟菜单上面的 真的是不能说是相差不多吧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啊 无论是这颜色 这个头还有这个调料 这搭配和摆盘 真的是一看特别就有实力 我们先来吃一吃 店内店主啊 跟我精心推荐的精品 蒸龙虾 台石三作为江西龙虾界的老字号 食材方面一直很讲究 精选澳洲小青龙 每天一框又一框的运进店里 清洗起来是左三圈右三圈 拆起虾线来是抽丝剥茧般精细 放进油锅里炒起来 呃先不要炒 先不要炒 高级的小青龙当然是先清蒸啦 白满一楼透亮鲜红 最存虾之本味 让虾肉的紧致口感和清鲜回甘 淹没你的舌尖 店内店主啊 跟我强烈推荐的精品 蒸龙虾 就是这盘一个个啊 肥美无比就像大红将军一样 你看这颜色泛着油光 这澳洲小青龙啊用清中的吃法可以来检验一下它是否真的那么够格 开着这个引擎盖 雪白处理得很干净啊 下面我们来开虾尾啦 已经一年没有吃龙虾了 熬过了秋天 冬天 终于在这个时候 我们迎来了小龙虾的春天 站着醋点一口一个 哥的快乐又回来了 如果说小米椒和香醋 让清蒸鲜下肉风味十足 那在小龙虾界 永恒的人气口味 蒜蓉味 大厨把绵密喷香的蒜蓉不断翻炒 每次和空气接触都更加浓稠 蒜蓉与小龙虾的约会 散发着恋爱般的甜蜜滋味 每一次吸水人都是甜甜的 每一口蒜蓉虾肉都是香香的 每一盘蒜蓉口味都是卖爆的 啊 这一口像极了爱情啊 别忘了啊 约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从未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口味 夜宵招牌之一 味道挺好 花样也不少 除了龙虾 还有各式各样的干菜小炒 以及各种南昌人爱不释手的经典烧烤 韩石餐呢 不光有澳洲小青龙 还有夜宵不能少的密制小烧烤 种类很多啊 什么小黄鱼啊 鸡翅啊 牛油啊 羊肉啊 牛肉串啊 小腊肠鸡脚都有 而且呢 它会给您放在这个炉子上保温 特别贴心 您可以一边吃虾 一边吃烧烤 一边喝着饮料 一边喝着啤酒 跟朋友一起谈天说地 正所谓南昌夜宵 有三宝 啤酒 龙虾 小烧烤啊 并且啊 特别贴心的是 台湿三的每一桌 都放有一个烧烤保温价 保温您的小烧烤 升温您聚会的情和意 哇哦 听着耳边传来这么美妙的音乐 让我不禁陶醉在这当中 我差点忘了我是来做什么的 好了 在今天开始给大家推荐美食之前呢 先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 那说到节日的话呢 节日礼物你最想收到什么 要说我的话呢 我就想每天都吃好吃的 每天都吃大餐 当然呢 也不能光想了 要付诸于行动 这不今天我就来到了 位于腾光阁旁的任意大酒店 听说这个自助餐很有名 不仅好吃选择多 还像我身后的这两位国籍友人一样 国际化 那当然话不多说 我们去看看就知道啦 走了 在我今天来瑞宜之前呢 我慧之的吃木房就告诉我说的呢 这里非常好吃 选择性又多 性价比又高 又国际化 那今天呢 我也邀请到了我们 瑞宜江半咖啡地自助餐的 总厨Michael来给我介绍一下 你最责任的菜品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有一个 意大利火腿配蜜瓜 第二个是普罗旺斯烤羊架 第三个我们的新鲜的榴莲的 鲜果蛋糕 用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去做的 非常棒 总厨就是总厨啊 如鼠家睁啊 都说出来了 那我们从第一道开始好不好 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道吗 其实我作为一个美食的工 我吃过很多地方的火腿 比如说中国精华 还有咱们江西安復的 我都吃过很棒 包括前段时间呢 我就吃了西班牙的火腿 那今天这个意大利的火腿 我还是头一回吃 我在想这个意大利火腿 真的能比这个中国的 和西班牙的更好吃吗 他们会做法是有不一样的 比如说 意大利的火腿是深椰的了 大概在24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食用了 两年 对 哇 要椰这么久 所以说这个是美味值得等待 是是是 不知道口感怎么样啊 哇 好漂亮啊 这个生活品搭配这个哈密瓜的口感是 又甘甜又清爽又清香的味道 很不错 看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做起来会不会也很简单 其实啊 这个做法 比较注重这个 切片的这个技术要求 在南昌我们有一台 全 从意大利镜头的 这个原装的 这个切火腿的一个机器 就把它切厚了的话 它会非常的咸 我们一定要切得 就跟薄五指一样的 哦 薄五指一样的 对对对 倒入特级出榨橄榄油 将各种色彩鲜艳 营养丰富的主厨特制配菜 炒至断生出锅 再放入这一块 从新西兰飘洋过海而来的羊腿排 烤至七成熟 撒上面包糠 这样一道肉汁丰富 香气扑鼻的普罗旺斯烤羊腿 就出锅了 这一道就是您说的普罗旺斯烤羊腿 对 没错 哇 这个名字非常的浪漫 包括我尝了在薄衣花草的当中 那我们再看到除了有这个羊肉之外 还有这个就是一些配料吧 对对 没错 这分别是什么 我很好奇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比较 比较具有普罗旺斯特色的一个酱料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酱 非常非常有名叫什么 叫橄榄酱 橄榄酱 对 在中国其实在这种中餐里面 几乎是很少这样子去做的 因为橄榄只用于西餐一般情况下 在这边我们是采用了用鸡鱼啊 橄榄啊 大蒜啊 各种普罗旺斯的香料 去混合把它切碎 去做的一个配料 哇 份量很足耶 而且肉特别厚熟 我们来看这个横切面就知道 所有的手掌特别比的话 大概有我掌心这么大了 所以拿着手量的层面面很满足 是是是 不知道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好好吃啊 很特别的好吃 这个真的 像我们的Michael说 当然一点都不柴 然后它当中是有肥又有瘦 所以是那种特别柔强的口感 然后咬下去之后呢 它会有那种鲜味感撕开来 然后能吃到这种橄榄油啊 包括各种香料上面的味道 全部都入味了 是的 就整个这么大一块 你不会觉得说难以下咽 很干很柴 不会像很多别的肉一样的 是是是是 简直不想嚼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Michael 这个潜在和主食都吃了 那是不是咱们得来点甜点 那是必须的 嗯 好爽 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吃甜点 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吃榴莲 就是把我摘了两个东西结合在那一块 而且是 大家看一下 有五层甲心 每一层都有榴莲 就有这个厚实的榴莲肉 而且都是泰谷的金枕头榴莲 对吧 对 没错没错 哇 真的是满足 超满足 超过眼 瑞宜江畔咖啡厅整个是一江而建 环境是非常的优雅舒适 而且呢 自助餐的餐品多达一百多个种类 选择性非常的广 可以说是你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来到这里呢 可以说是享受生活 享受美食 当然还有享受美景 还在等什么呢 我在任意等你